哈喽哈喽哈喽小伙伴 看看我前面这位护士小姐姐 你们知道我在哪了吧 没错我现在就在武汉的同济医院 因为疫情开始之后 其实我们都特别关注 奋战在这个一线的医生啊和护士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问 那他们是怎么吃饭的呢 所以今天我就来了同济医院 我跟这个小姐姐一起 然后来给这个奋战在一线的护士小姐姐 去送盒饭 送的就是盒饭是吧 对有盒饭还有单独点菜的 比如说像在这工作的一线的护士 还有医生什么他们有单独点菜的吗 他们一般没有 没什么要求 就是病人要求多一点 那那今天他们吃啥呀 咋打开这个 这个拿一份好吧 哦这就是他们吃的 那下面这个豆浆和豆奶也是他们的吗 对对对对 这这盒打开了就留给我吧 放到哪里 就是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11点一刻 一般这个时候午饭就送完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一般很少有护士小姐姐能从里面出来吃饭 所以我们称他为白衣天使 我们看着都是一个一个眼睛很漂亮的小姐姐 但是其实他们的工作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您好 您是上班的还是下班的 上班的 你不信任何我帮我把头发还放到帽子里面去 我把小头子啊 您的还是鞋队后好早一些啊 注意安全 拜拜 注意安全啊 亮妹加油加油 现在第一批下班的小姐姐已经出来了 现在第一批下班的小姐姐已经出来了 那12点半 你在里面待了多久 我在里面待了四个半小时 然后现在咕噜咕噜吃一下老师们 谢谢 谢谢 在我这边吃微醉啊老师们 好 回来吃我茶餐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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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喝一点东西 你慢点 你慢点 你这一会还要进去吗 下午有同事换我的 我们待会就不进去了 就是在里面咱们需要做哪些工作 基本上 基本上临床病人 基本上所有的治疗啊 护理啊 都是由我们护士在做 无创 微创 有创的 所有的 我说不错 那个呼吸机啊 都是我们在做 安排床位 安得安慰 特别是比你心里舒打 这出来这饭都是凉的 然后出来又漱口 又这这弄完之后吃的饭还有味吧 有味有味 很有味 这就跟三层海外是一样的 很好吃 如果现在这个疫情治疗了 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 最想睡觉 不想吃 因为我比较胖 然后 然后以前不敢吃 然后我就想吃一个小米 最近终于瘦下来了是吧 对 我衣服刚才全部都汗湿了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 这个最应该的是要喝水 因为全头防护一穿 就不能吃不能喝 对 然后也不能上厕所 这个疫情过于之后 您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最想干的事 跟你家人谈聚 您家里是您有孩子 有 我看您出来这个脸呀 勒得就像那个人家神龟那个眼罩一样 是的 您孩子见过 从我在二长门第一天 到现在我都没回过家了 所以我工作状态我没有被他透露太多 因为他现在七岁上 上小学了 其实我觉得有政府有国家有医务人员有医院的领导 我们一定有这个信心 一定战胜他 我们医务人员24小时轮班 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 我相信整个武汉的医务工作人员 能够在这场公共预警方面打一个肾上 他们每天要在医院穿上这个防护服 一进去之后就要工作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甚至八个小时 这期间不能休息不能喝水 因为现在是在疫情期间他们也不能回家见自己的家人 其实他们每个人长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当他脱下隔离服的时候 每个人的脸上都会勒一下一条深深的那个无尽的硬核 本来是看到哭的是想逗他笑的 我说你看你这样像忍者神龟的那个眼带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在场谁都笑不出来 因为真的是太心酸了 所以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了 后面几天会给大家持续带来我在武汉的观察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